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节目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台长将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很多的事情都没有经历过 今天台长想跟大家讲一讲 菩萨现身 可能很多听众都听到过 过去我们经常听到过 有激公菩萨在人间 观世音菩萨 很多菩萨都在人间 那么今天跟大家谈一谈 为什么菩萨先生 为什么菩萨到人间来 为什么菩萨到人间之后 跟我们有明显的感应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菩萨呢 他是无心的 也就是说 他这个心啊 是没有自己的心 他是以众生之心为心的 因为众生是什么心 他就是什么心 所以呢 菩萨心是慈悲的 因为众生也是慈悲的 大家记住 当一个人看见出车祸的时候 当一个人看见这个人掉到河里去 或者被某一件突发事件死掉的时候 很多人都边上 很自然的由心发出一种感叹 哎呀真可怜啊 真作孽啊 等等 这些是什么呢 实际上 这些 就是 因为众生之心 众生之心 皆具佛心 就是佛菩萨之心 所以菩萨本身无心 他以众生的心为心 所以菩萨还有一个 无静 就是没有 静 就是没有环境 没有看得见的东西 因为你的静 境界也好 你所处的环境也好 因为你众生什么静 他就是什么静 所以呢 有感即通 什么叫有感即通啊 因为菩萨的心 没有 静也无有 那么 以众生之心 为心 以众生之静 为静 那么 所以 你们就会有感觉 菩萨和你是通的 你就会有感觉 菩萨 跟你是心心相应的 因为你很多时候就觉得 哎呀 菩萨怎么知道 我有这个想法 帮助了我 实际上 这就叫 不谋 而合呀 啊 不谋 而合 实际上 就是 有感应 感应即通 一有感应 马上你就会跟菩萨通了 所以当人在求菩萨的时候 他一定会慢慢感觉到通了 那么 大家知道 一个人善良的心 一个人的良知 良能 他是由众生心之本体 也就是说 因为众生 本性当中 是很善良的 本性当中 是很 有这种体能的 所以呢 也就是能够体悟出 人生的 那种善良的东西 所以 良由众生之心之本体 也就是说 良心 善良的东西 是人本来就有的 啊 那么 与菩萨的心呢 是息息相通的 因为人的良知良能啊 啊 一定会 啊 和菩萨 息息相通 因为本来就是菩萨之心 所以呢 我们讲 众生 啊 众生啊 啊 有时候呢 大家知道啊 众生的悲绝合成 啊 足成通而不同之下 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 如果你是众生 啊 你要懂得 觉悟 你要懂得 合成 你要懂得 悲绝 也就是说 正反 你都要觉悟 啊 你要 合合而一 合天地 人 合菩萨 心 要合一 就是我们经常在人间讲的 叫天时地利人和 啊 这样 这样的话呢 你就 成为 通 而不通之下 也就是说 你通也好 不通也好 它已经成为 这一个方法了 当一个人不能想通的时候 实际上 他就成 不通之下 当一个人想得通的时候 他就成 通之下 实际上通和不通 都是一种现象 是 你念经的时候 给菩萨的一种信号 一种信息 所以 如果我们念经 只要一念 生性 拼命的念经 虔诚的 啊 念观世音菩萨 啊 背弃你的 尘埃 和 就是 结合的和 你的觉悟 也就是说 把 那些不好的东西 都要背去他 尘埃 尘世间的事情 都要离开他 啊 你就开始 觉悟了 你就会是 反弥归悟了 也就是 反谱归真 啊 当一个人 反谱归真之后 实际上 他又成通知相 他又成通知相 在人生当中 遇到极大的艰难 险阻 凡是我们遇到 极大的艰难险阻 我们只要 意念一道就能够 得到感应 也就是说当你念经念的 好了当你跟菩萨的气场 一直通的时候 不管你遇到多大的艰难 险阻遇到 山崩海啸 遇到你的危难的时候 你只要一个念头 观世音菩萨 你救救我吧 你就获得感应了 这就是靠平时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很多菩萨还会现身 啊 现身给你看 实际上很多人在危难的时候 都会 菩萨都会现身来救你 很多人在梦中 碰到危难的时候 他一叫观世音菩萨 他能看见观世音菩萨 所以 观世音菩萨 所有众位菩萨 他们不但有情声 他们很 慈悲我们啊 虽然 有时候有山河树木 有祖歌 有桥梁传收 有楼台防舍 有墙壁村落 菩萨都是会随时随地的显现出来 而且 菩萨显现到人间 会随积现 也就是说 随着机缘来现出 所以呢 我们 不管是谁 哪怕你已经到了 没有命的时候了 哪怕你已经到了 绝处了 你都可以通过念经 通过学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 重步的 重新登上彼岸 重新 遇难成降 虽然你 没有躲避处 但是 你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度 你就是得到最大的 遮蔽 所以 种种的菩萨到人间来救度众生的故事 难尽宣说呀 你知道 有多少故事 说的菩萨下来救人 谢谢观世音菩萨 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 随时随地的在救度众生 那才叫菩萨 观世音菩萨 是慈悲的象征 也是菩萨中慈悲的典范 让我们学习慈悲 让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 救度更多的众生 帮助更多的受苦受难的众生 这也是我们学佛 做功德 必经的一课呀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啊 我们一切众生啊 揭具佛性啊 所以要把众生都当成佛 啊 因为佛菩萨 他把一切众生都看成是佛 所以 为什么我们在修行念经的时候 要把其他的老人家 看成你的父母亲 要叫他老菩萨 小孩子你把他叫成小菩萨 所以很多经文当中说到 我是以成佛 鲁是未成佛 若能鲁是性 戒品与记处 也就是说 菩萨他自己已是佛 你呢 是没有成佛 如果能够相信的话 你已经具足了这个品足 品位 就是品的位置 也就是说 你菩萨把我们都看成未来佛 所以菩萨才能慈悲心来救度我们 如果我们去救度人家的时候 也能把人家看成是未来佛的话 可能你就不会这么蛮横无礼 你可能就不会这么 没有耐心的去救度他们了 听众朋友们 信自己是未成之佛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当你相信自己还没有成佛 但是我以后一定能成佛的时候 你一定会改掉你的恶习 修善良的东西 因为你整天把自己当成菩萨来修 来做人 你一定不敢做坏事 当你每天想做佛的时候 想成我是未来佛的时候 你就不会做坏事 而去修善道 什么叫修善道 整天修善的东西 所以能够改恶修善 发自利己利他之大菩提心啊 自利利他呀 因为当你救人的时候 你自己得到利益了 你也能够利益他人了 这才叫大菩提心啊 啊 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 在帮助人家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你自己啊 因为你帮助了人家 又帮助了自己 实际上你发的就是大菩提心啊 所以我们要断尽烦祸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人间啊 一定要把迷惑和烦恼要断尽 不要去想它 要斩断 所以这样的话 你的心就是本心之真如佛心 那才是真正菩萨的佛性 在你的身上 所以要相信 要相信一切六道众生 都是未成之佛呀 我们要极力的劝导他们 我们要相互维持与同类 绝对不能相争相杀之恶作呀 大家知道 现在的人整天的你争我斗 恶鱼我诈 动不动就是刀兵相间 把同胞骨肉 视为情手 这个时候 你自己的本心也就是情手 因为菩萨把我们都看成佛 菩萨多慈悲 把六道的众生都看成佛 哪怕把鬼道的众生也看成未来的佛 他们是多么的慈悲 地藏王菩萨就是因为把畜生道 恶鬼道 把地狱的众生 他都看成未来能救的众生 是佛 所以他才到了地府去救度众生 这才叫菩萨 因为他心中有佛 所以他是真正的佛 而我们心中有魔 那才是真正的人间魔呀 想想看有多少人在人间做的恶事 是不是人做的 都是恶魔所做的 所以这些人能成为人吗 所以心中有魔 他做出来的事情也是魔 心中有佛 他做出来的事情也是佛 我们要好好地学 好好地修啊 今生 什么都带不走 只有虐随身 不好好修 将去何从 何去何从 我们将往哪里去 往哪里生 没有人能告诉你 听众朋友们 不要相杀呀 国家跟国家 人民和人民之间 大家要爱护生灵啊 我们 连动物都要 戒杀护生 何况与人类呢 所以 要方便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要戒杀生 不能看到彼此相互争斗 产生一种 称恨感 看见彼此在相争 在相斗 我们要产生一种 产心 也就是忏统的忏 忏悔的忏 我们要产生一种 非常难过的心理 因为人是不知自己呀 因为人 与一切众生 都是未成之佛呀 人要明白自己 到底是谁 自己到这个人间 来干什么 你要知道 佛菩萨 让众生 到人间也好 到六道也好 是希望你们改邪归正 去除虐障 该还清的就要还清了 所以 当我们知道 不惜杀人啊 以争相斗 以杀彼之生啊 杀人 杀动物 杀龙虾 杀螃蟹 像一条好好的鱼 你把它的头剁下来 也不就是 悦我之口福也吗 也不就是 让我的嘴巴和肚子 觉得舒服一点吗 这种杀生 一定会折瘦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台长呢 就告诉大家 我们 做人 学佛 首先 要知道 当你诚心诚意求菩萨的时候 菩萨一定会到你身边 当你 诚诚恳恳 学佛念经的时候 你有求必应 菩萨为了众生 经常现身于人间 这是多么的慈悲心 我们要感恩观思音菩萨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 不要杀生 我们不要去做对不起祖宗和 没良心的 没良心的事情 杀人取乐 和杀动物取乐 那是一个概念 当年日本人在中国 杀中国人取乐的时候 那是军法 那是没有人性 而我们现在杀一个猫 杀一个狗 杀一条鱼 杀所有活着的众生 我们也没有人性 好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必须要戒杀之人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应该好好的念经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应该有求必应 那才是你跟菩萨的七场 是接上去的 听众朋友们 今天咱们的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几个小广告之后呢 还有一个小时的 悬疑问答节目 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个星期天